今天我不把你打死,明天换你打死我 中国宝岛台湾的格斗比赛也是粉丝朋友们比较喜欢看的赛事之一 但是因为去年的一场安全事故 一度把全院格斗赛推向了风口浪尖 最近这个赛事又开始更新了 全院格斗一向都是以素人普通人来参战 原每个格斗爱好者的格斗梦来吸引各行各业全迷朋友们的参与 比如说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左边这个穿着灰色短裤的叫胡伟郎 41岁的中年大叔 平时是以开垃圾车为生 名副其实的自学格斗 右边这个绰号叫东北虎 20多岁也是自学的 两个格斗爱好者的踢拳比赛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东北虎向裁判示意 刚才胡伟郎打到自己的后脑了 比赛继续 打数一个后手拳击倒 哇这拳非常的重 裁判在给东北虎读秒 视频开头讲话非常狂妄的那个兄弟的比赛就放在这个视频的最后 大家一定要把视频看完我们来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承诺 东北虎表示没有事还可以继续 胡伟郎的进攻就是非常明显 就是在憋自己的后手拳 他在前面的一些比赛中都是用后手拳KO对手 再来一机后手把东北虎打晃非常危险 东北虎的一个后手拳反击 可惜啊没有打实 又是一个后手拳把东北虎击倒 裁判第二次读秒 这个时候场外的裁判已经叫停了这场比赛 这也是为了保护运动员的安全 因为去年出事故的那场比赛啊也是类似的情况 等一下我们就来看一下去年出事故的那场比赛 非常可怕的重点打数 下面这场比赛就是去年出安全事故的那场比赛 这也是一场拳击规则的比赛 中期原因啊是两人的差距太大 大家可以看到穿灰色衣服的这个拳都打不明白 这是一个单纯的拳击爱好者 而蓝色衣服的这个选手可以轻松的坐到左右换架 正是因为两人的实力悬殊太大 现场的裁判也没有及时发现问题 其实在这个时候裁判就应该叫停比赛或者是读秒 又吃了几机重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拳击爱好者已经没有了还手能力 再吃了一击正拳倒地 裁判到这个时候才开始读秒 然后是叫停了比赛 就在大家都认为比赛已经结束的时候 悲剧还是发生了 也不知道这名爱好者有没有基础疾病 他强撑了一回以后再次倒地 非常可惜的是 后来送到医院以后也是不致死亡 虽然说这种意外几率非常的小 但是我希望大家在玩的时候啊 还是要有安全意识 好看完了非常悲剧的一场比赛 我们来换一个话题 下面的这场比赛就非常有意思了 大家好我是崇正 来自无所谓军 这一次是第二场 商场是加赛嘛 所以就什么都没准备 三四年 没练习 就努力一下 希望可以打死无所谓比赛 大家好我是一种沙子女 今天我无不安加持 明天换你加持我 听说我的对手叫做崇正 今天我就要用我的双手让他崇正 台湾人民讲话的语气一直都是这么温和 看看他们的拳头是不是一样的温和 没有纹身的叫崇正 有纹身的叫永和杀人魔 赛前的放狠话环节 永和杀人魔是想让崇正崇正 我们来看看两人战斗的结果会是如何 崇正的左右摆拳 把永和打到独秒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六 永和杀人魔表示没有问题 比赛继续 刚开始打出了一波小高潮以后 双方进入了试探期 崇正的几个前手全命中 永和杀人魔这个权打出去感觉有点飘了 重申再来一波组合全命中 十秒 有和杀人魔这个王八鞋都打出来了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继续第二回合 感觉有和杀人魔都有点恐权 根本就是实在打的不多 更不要说打比赛了 大家记住一点挨打要立正 如果你挨打还不敢看着对手的拳头 那么你会更加被暴揍 永和杀人魔一个后摆在这被挡住了 后手直全命中 10秒 10秒 重申现在是全场压迫 好,第二回合打完,我们继续来第三回合 重申连续的勾摆连击 把永和杀人魔打退 从场面来看 如果永和杀人魔想赢的话 必须把重申给KO掉 要不然的话就要输掉比赛了 有个永和杀人魔想打赢击 但是屡次都没有打重 彩排把双方拉开,比赛继续 处置摆击 成功 重申打得到 厚了上去了 所以说裁判暂停的比赛 看一下勇和杀人魔的伤势 好 没事情那就比赛继续 勇和杀人魔再次被吊打 第四款 Ready Fight 护换前手 有后杀人魔的前摆拳打中 打中好像没什么力度啊 打到第四回合 两人的体力都下降很严重 毕竟都不是专业的运动员 重申前刺加前摆 再一个前手全命中 勇和杀人魔虽然恐全 但是全程中也是没有掉手 而且往往也会打出一些反击 如果以后多打一些比赛 我觉得它的进步应该会很大 好 这场比赛打完 那么这个比赛的结果 基本上是没有悬念了啊 勇和杀人魔全程被吊打 最后输掉了比赛 我们来看看赛后双方的发言吧 看格斗来小北格斗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我是你们的小北格 小伙伴们开得开心 别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非常精彩的纵套 我们先来采访一下 我们的胜者重申 这场比赛 你有什么心得想要说的吗 原来是全员起发 我在怀里来玩 因为我两年前三度公平在医院 被参跑上 然后很开心有全员这比赛 然后我在全员交很多朋友 杀人魔 这场比赛很贵心很输了 有什么心得想说的 今天谢谢花币之外就是最棒 对那 就是原本还是想要让对手重申 真的 结果今天就让重申 让我自己重申 那谢谢全员 然后谢谢对手 谁卖永龙 我们谢谢永龙 超人魔